我们来看到人权律师参选 网锋蔡英文新克星横空出世 我们来看到这个部分 这个关于剑子的海霸王餐厅指导论文们 事件都跟蔡英文有所关联 我们旁边一看到说 看见台湾民主宪政被践踏 身为法律人 一定要站出来自己无党籍无派 那也提到说蔡英文家族的海霸王 我们刚提到海霸王餐厅 土地的争议应该也要解决 还给台北市民的土地争议 那这个部分来看到的话 其实彭文正也提到说 土地一声雷 佟文勋可以对台湾政坛 注入一股新的改变力量 非常乐观其成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蔡英文的新克星横空出世的部分 那么网友对于这个东西的反应回馈 又是如何吗 逐一为大家来了解 像有网友就提到说 拆除海霸王 王我二号公园 冲着这个政见就要支持他 那新北市也要派一个参选 拆除蔡家的墓园 还地渔民 那另外也有人觉得说 这根本就是欢迎来当炮灰 比较不看好 那也有人提到说 不管真选假选 情势发展对彭P会有很有利 所以其实不论是海霸王 还是他的论文的部分 其实通通都跟蔡英文有关 我们也持续的带您一起关注 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有脸书粉丝团 分享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 柯智恩 34年前主持台视 世界真奇妙的照片 柯智恩留着半屏风的刘海 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 不过也看得出来 他当时真的是 很年轻也很漂亮 那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 是年底九合一的选举了 登场 除了县市长的竞选激烈 议员选战也备受关注 根据最新的数据指出 现在台北市市邻北投区的网路声量 是最高的 不是曾担任北市府发言人的学姐 黄晋莹 或是前外交官 护国胖犬刘士杰 而是现任的新党议员侯汉廷 但侯汉廷在网路声量总数是 16627统计的数据分析 侯汉廷的网路声量多数来自于脸书 因为侯汉廷会分享市政的相关议题 也会分析国内的政治 及国际的关系 所以网路声量会是第一 旺旺水神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持席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 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